很快啊 三里前两集也更新了 一上来的古增计划实在是很震撼啊 小说中的描述是两面钢柱24米高 古增的琴师有50根 每根160米长 盖拉德水道宽度150米 每根线多数的10米为绑在柱子上的云量 像0.2根纳米丝的间距为0.5米 古增计划消耗到纳米丝正好是8000米长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动画中船体被切割了多少份 动画画面的纳米丝有多少根 我很好奇 审判日号一共有三层大平台 最下层是船的主体结构 由船畅和主甲板构成 中间会有一层更高的甲板 这个白色建筑就在这层甲板上 顶层甲板仔细看是由一块块的方形甲板并排构成 側面画面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三层甲板的存在 船级变向前船的最快的块状甲板也是这部分 顶层甲板上有个大锅盖 后面还有一个船楼 下面要做的就是 数条纹 先来看船里的红色部分 一路火花在闪电 数出了7条线 上半部分是深绘色 从这组连续画面中的火花 漏油 冒烟 捏缝几个元素 画出这部分的线条有8根 那么主甲板下方的纳米丝就有15根 第二层的主色调是白色 视线画过后可以看出明显的划痕 第二层的部分有11根 用更齐齐的侧面镜头验证一下 以这条最深的能线为参考线进行拼接 还是11根 看来还是很准确的呀 继续数顶层甲板层 切片向前滑动时 顶层甲板已经被冲�垢无法计算 还是回到初期切割室的侧面图 按照切割和错位的痕迹进行描线 第三层一共有9根 我发现第三层的线条都很密 猜测是因为第三层的甲板较小 距离较远的透视效果导致 把这三层甲板的纳米丝加在一起 一共有35根 别忘了还有顶层的建筑也要被切割 重点展示的较高建筑一共有3个 观测塔 大锅盖子 船楼及顶部天线 因为观测塔没有后面的大锅盖和船楼高 所以那就直接来看第三层的大锅盖 切锅大锅盖用了15根 把所有的纳米丝加起来 一共正好50根 这就是最后的结论吗 还得看看后面的船楼和锅盖谁更高 船楼分为下方主体建筑区 和上方的天下设备区 下方主体部分用了9根 比大锅盖少了6根 剩下的6根用来切天线也够用了 那么最后的结论就出来了 动画里面用的纳米丝也是50根 底层主甲板到船底用了15根 第二层甲板用了11根 第三层甲板用了9根 船楼主体9根 加一起所有船体的部分用了44根 切割了45片传递薄片 这个结论居然和小说中的描述 有40多个巨大的薄片 这句话完全吻合 算了这里我金纳 戏还是你最稀啊 剩下的6根线用来切割船楼上面的天线 和大锅盖的上半部分 动画里所有的纳米丝加一起 正好也是50根 我还标注了切割分布图 这个结论是结合小说对动画进行的分析 给大家整个活儿 仅够娱乐 我是庄二层下三 我们下期再见